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先远全文才针对双龙吊桥即将开放 要求县府观光处能够在开放前做最好的规划 除了希望在网站上 除了有详细的路线图之外 针对民宿业者的介绍也要语录均瞻 不要只是介绍一两家 希望县府观光处针对上述部分 在开放前要一一来改善 有的街道巷道里面 你们没有做一个路线图 或者是在你们的南投好好行的里面 在你们购票的地方 你们就写说双龙部落景观 你们就写到达马龙民宿 还有双龙景观营地 可是据我所知当地还有几个民宿 也是在其中 所以有些民众质疑说 是不是我们县府是只跟这两家 有合作的关系 所以其他的民宿业者 你们就没有把它放在你们的网站上 先议员石青龙希望县府农业处 能够针对茶博摊位 以为难求的问题 能够增加一些摊位 并结合更多原乡特色以及产业 让茶博活动能够更丰富 原乡的茶笼 包括原住民的茶笼 他们也都是非常的积极的 希望说茶博能够再增加糖尉 我们做一个民意代表 我们也很乐意来协助这些茶笼 来拿到这个 清除到这个糖尉 我们不觉得麻烦 我们也希望茶博能够越拌越大 然后越多元 就像廖一元刚刚提的 加助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或者说怎么样再延展一些 让我们的茶博里面更丰富 新议员肖志全则针对小组考察任爱香 针对偏向营养午餐相关单位 能够安排一所学校来进行稽查 了解目前偏向营养午餐 是否能够照顾到学生的健康 我们全线 我们现在因为整个物价的波动 关心我们孩童的营养午餐 我想除了配管历史产业道路以外 是不是在仁爱或者普遗这边 我们来安排一所学校 来做营养午餐的这个鸡茶 一起来关心我们的 我们孩子的他们的午餐的状况 在今日的定期会议程中 针对县府观光农业推展行销 以及学生营养午餐问题 县议员们分别提出建议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参考采纳 照顾县民的福祉 记者陈伟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